安安大家 今天背景有沒有不一樣啊 今天這個背景呢 上面是一個六家火車站 好像目前來到就是新竹的高庭站這邊 那是我生日的前一天 昨天就很臨時的約了幾個朋友啊 然後他們都沒有辦法休假 然後沒有辦法休假的狀況下呢 那我就只好自己獨履啦 既然都沒有人幫有人陪我 那我就只好自己來自立自成 上一次我去獨履去台中 就是半日遊的時候 其實發現那個影片還蠻多人看的 所以我這一次想說 還是沒有朋友 這個邊緣人啊 有點暴冷 我覺得我穿錯衣服 應該要再穿厚一點 就只有穿寶寶一件 Anyway 現在是10點16分 那我們現在要趕快點下去注車 好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是高鐵站跟火車站的那邊 在那邊 然後走過來這邊 復興路二段的底 這邊有個停車場 這個就是Rat 好 這邊就是一個共享機車 然後很多台喔 大家可以看 很多台 可以選擇 所以我選擇了這個 灰色 這個我很喜歡的顏色 1276 今天就跟我一起加油吧 那我剛剛看一下它的價錢 大概是一天六百多塊 我覺得還可以 我們先出發 去新竹市區 哇 那我們開啟美好的一天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的車程 大概有24分鐘 我們現在要從這裡出發的話 我們感覺好 都要繞很大一圈 才能到新竹市區 我們先開啟我們的車 走了走了 我們第一站來到的是 新竹東區的 鼠爸早餐 它的屬於早餐的霸主 排隊的美食啊 很多網友們說 它必點的是他們的 創意的鐵板麵蛋餅 還有鼠泥蛋餅 我們看看菜單 就是這麼多可以選擇啦 好啦 我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進去吃吧 各位客人啊 來看看這蛋餅 今天我們點兩個蛋餅 第一個蛋餅 是我們的肉鬆薯泥蛋餅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外觀 看起來是有點酥酥脆脆的 的蛋餅皮 裡面的薯泥 爆炸多 而且 它的肉鬆也很多 那我們接下來看 另外一個網友推薦的 一樣是蛋餅 那一樣也是那種恰恰的 蛋餅皮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鐵板麵 已經印出來的狀態 真的幾多啊 終於是這個只要50塊啊 當然吃到陳吃到飽 吃到兔 餐點終於到了 好冷 要先來杯熱可可 現在冰箱幫我拿喔 好 好喝 接下來我們差不多喝一杯 熱肉 最暖心 今天點了一桌米肉鬆 大家看一下 應該都超好吃的 超大款的 然後還有鐵板麵 好大份 我來吃這個 鐵板麵 真的很大份 我夾不起來 打開 咬一口 好多耶 它的鐵板麵 就是一般走餐店的那一種 如果你想要就是 不要那麼狼狽的話 你可以翻點 它的 就把麵加什麼 加肉 加雞吃 加蛋啊 什麼的 就不一定要吃這個 但是我覺得 這個煮很酷 很多麵 很多 而且這塊才50 大家我已經吃完了一間了 然後我必須老實跟大家講 我覺得它的蛋餅很好吃 它蛋餅是那種脆脆的皮 然後 它的料都給的非常的厚實 建議你一個人的話 就真的只要點一份 像因為我把牌片說我點兩份 然後我現在已經飽到一個 真的完全沒有辦法吃 所以我在想說 我等一下要去哪裡 我吃不下了 我等一下行程是吃甜點喝飲料 不行了 好 那我們就先去 下一個景點吧 走 好 不安 大家 今天第一個點呢 是在我們 東門市場的附近 給大家看一下東門市場 東門市場 在這邊 所以這邊跟大家分享 你來新竹旅行的話 你知道東門市場 你可以順便來這一個 它就成為一個combo 可以來這邊玩 我們去看看吧 各位朋友們 在還沒有進去這個大門之前呢 我就已經被它這一個 門的設計 整整已經燙圍觀 直到一個 我不知道說什麼 真的很難想像 它是用木頭去製作而已 接下來呢 我們來到他們的門市裡面 這地方的設計呢 是現在非常流行的工業風格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紅磚 還有外樓的管線 那我們到另外這一側呢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水泥漆 以及很多濾漆 接下來 往他們的門市走走 欸 我對這前面這一半 非常有興趣 來看一下 真的看不出來是什麼耶 稍微看了一下 結果後來發現它裡面是賣酒的 真的覺得這個文創真的太厲害了 非常的吸睛 而且一包一包的 非常好攜帶喔 然後裡面的酒都很小罐 這邊的話就是他們的吧台區 這邊呢 可以點現煮的牛肉麵啊 可以去上面吃 然後這一邊的話 就是他們最近超級有名的馬卡龍 題外話跟大家分享 這一個馬卡龍 如果你有看展的話 那一百塊不可以在你這裡使用喔 接下來我們往上走 欸不得不說耶 它真的保留好多好多這種原始的建築物風格喔 到二樓這邊呢 就是他們的餐酒館 那目前是沒有看到一夜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下面點餐之後 然後上來這邊吃 這個窗戶感覺也是之前原始留下來的那種圓形的 然後它保留了它原始的樣貌 然後再加上這個木的窗戶 傳承啊 現在的人真的好喜歡這種附近風喔 這個圓圓的其實讓我想到就是 我那時候去採聖廟那邊這個圓的那個 有個採這樣子 這個窗戶也太美了吧 OMG 後面已經有點超可惜 好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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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就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來到他們的三樓 三樓這裡 OMG 它保留的當時應該是很流行的那種圈吧 然後讓我們看一看它當時原始的樣貌 然後三樓呢 它這邊其實是一個 共享廚房的概念 你可以帶著你的朋友來一些煮菜 或是在這邊辦一些活動 可能粉絲可以直接在那邊見面 然後這邊呢就是他們的BOOPS PROS 然後放了我這邊目前目測看起來 就是跟食物有關係的書這樣子 這個讓我有點興趣喔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本書 我覺得它很漂亮 它就是手繪 它叫做什麼 日本散布 然後它是專門的 我看一下很多這種手繪版的日本 很美 這本也是我之前其實有在網上看過 它的一些些的 那個如果插畫的那種出學者可以看的書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裡很酷 然後我們看到有一些麵 那是鹿兒桃的麵 好酷喔 它是一種油炸的草莓 所以我覺得蠻適合拿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煮一些麵食 這邊就要吃 這些健康的草莓 它好像本身裡面已經有漲掉了 好 那我們現在要上去頂樓看看 遠轉門 我今天還蠻幸運的 去的地方大部分都沒有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展間 你反而這樣子由上往下看 也有一番風味 它好像就只是用木頭跟 那應該是瓦嫩板吧 我不確定它是不是建築材料 但是看起來就是瓦嫩板 就蓋起來了耶 值得我們參考 想跟大家聊聊天 可能現在就是反正來我們這個 或者新州屋 新竹的第一間板公司 然後我現在來到他們的丁囉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假日應該人很多 那今天剛好是禮拜五 所以人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現在就是 可以在這邊大肆的跳舞啊 什麼的 開玩笑的啊 不可能 那這影片呢其實也是要 想要來紀念一下 今年我覺得我自己很棒 有完成我自己去年給自己的承諾 至少要雙周更 那目前我的訂閱人數還是偏少 可能三百多人而已 但是也很謝謝 因為這一年來呢 我沒有去算啦 但是我保守估計應該至少有 一百多人看了我影片訂閱我 謝謝大家 才會有 一直讓我持續 維持想要重做的動力 在30歲的最後一天 也希望祝福大家可以 健康美滿 嗯 然後把握當下 這一站 我們就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們馬上前往 現在 喔對了 大家忘記剛剛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這個展覽啊 我今天有看這上面的這個 拉麵展啊 它是用那個D-Program 他們一起計畫這一個展的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日本的49線的 每個縣市的拉麵 那我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因為 最近在借店 所以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所以就只能看 因為其實是麵類 它這個票就是在一樓買 然後150塊 你看裡面這個展的時候 其實只要花50塊 它之後呢會有一個底用券 100塊底用券 可以去它的一樓跟三樓 購買他們的商品 那一樓除了他們的 麥卡龍系列的那一家店 身上其他的都可以購買 所以我剛剛有看到 好蠻多人 欸因為這張券 然後他們去買了一些什麼 醬油啊 就如此類的東西 接下來我們來到一間 就一間 那是麻糬 我本人三田麻糬製造所 你看 好多人喔 在一個很特別的巷子 然後旁邊這邊是那個大圓板 旁邊的巷子內 這邊有地標 是我們的南門街跟文昌街這邊 我們去吃吃看吧 看大家 我剛買完結果後面就排隊了 小白菜小白菜 你看他們真的聲音很好 然後他們 記得說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包裝 是有那一種 就應該有紙袋裝的那一種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大家看一下 好傳統的包裝喔 好可愛喔 我快笑死了 怎麼那麼可愛 我回來了 然後我今天呢 我想說 把我今天的站立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生日 然後出去晃晃 我還是有買東西喔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襪子 它的包裝超可愛的 好 我們來拆封 它裡面原則上就是長這樣 所以好像蟲豆的 我們趕快來吃吧 然後這邊呢 是需要冷藏的 是那種生巧克力 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它是長這樣子喔 這外面應該是那個花生粉 它很好吃 而且它不會很甜 然後它的麻糬啊 就是在後面有人現包的 所以我們吃到的那個 Q度的超 剛剛因為今天才剛做 然後啊我真的覺得 真心覺得好吃 然後另外這兩個口味呢 我也覺得它應該會是很好吃的 今天呢 因為我想說是我的生日 其實我生日就是蠻靠近聖誕族的 所以很常很多公司都會有活動 然後我今天買了兩個杯子 一個是這一種很 新竹風格的 麻玻璃風格的 然後它售價是580 但是因為今天他們有85折活動 我就買了 星巴克的美人魚 logo 然後還有這個 它的餘文片 鈴片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杯子 這個我也是看蠻久的 因為它其實是有雙層的 大家看得到嗎 它其實是有雙層的喔 你看 內層跟外層 因為雙層呢 所以它其實保溫效果就很棒 如果我想要有稍微有點保溫 但是是馬克杯的朋友們 就可以考慮這個杯子 然後我還有另外一個小禮物 我不知道它長什麼樣子喔 它聽說也是馬克杯 它就是 買一千塊的話 看你是要送 500塊會有一張 買一送一的券 還是說小禮物 那我就選擇小禮物啊 因為它小禮物比較貴 它的馬克杯 隨便你個都是500塊 你買一送一的券 我覺得真的 它上BOOST 就在買一送一的那個券 真的很還好 那我就來看一看 我們的馬克杯 到底是什麼樣子 是隨機的喔 所以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款式的 欸 不錯欸 這個不錯 這個少說 你看這也是500塊 它售價上面就寫500了 你看你要這個還是買一送一卷啊 當然是這個比較划算啊 清淨我沒有去過 但是地點杯我覺得也不錯 而且這個綠色我愛 讚讚讚讚 好啦 今天就是影片就是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謝謝就是訂閱我的朋友 拜託你一定要訂閱啊 然後如果喜歡的話麻煩 按讚訂閱及分享 那今天就到這邊 掰掰